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二 山田以三左四 细菌战战犯山田以三在伯利审判法庭受审 第731部队主要为准备细菌战进行研究 日前 日本NHK电视台播出长达100分钟的纪录片 731部队前篇 人体实验室这样扩大的和731部队后篇 队员们的真实面貌 纪录片的核心素材就是伯利审判法庭上 原731部队队员接受审判时的录音和文字材料 7日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 长春北满皇宫博物院等多部门合作 跨国取证 在俄罗斯伯利录音档案馆 征集到伯利审判录音档案 侵华日军12名细菌战犯公开接受审判 并对所犯罪行亲口承认 作为揭露侵华日军罪行的右翼新政 改档案计划 近期在731陈列馆对外展出 此外 两部门还有望取得伯利审判视频资料和照片资料 扶NHK电视台之外 731陈列馆和维满皇宫博物院 是世界范围内 第二个 取得这批完整录音档案资料的机构 在中国是首份 开创人类公开审判 细菌战争犯罪先和伯利审判法庭 伯利法庭外景 此批档案全长22小时5分57秒 主要内容是伯利审判期间 苏联滨海边疆军区 哈巴罗夫斯克军事法庭审判 原日本制造和使用细菌武器的部队军人全过程录音材料 涉及战犯包括日军731部队和100部队成员 国力审判是揭露日军不顾国际社会禁令 秘密研发细菌武器 并把中国普通民众作为国人实验 材料的残忍罪行 将日军犯下的滔天罪行再次完整 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开创了人类公开审判细菌战争犯罪的先河 二战结束后 国际社会对日本的战争罪行进行公开审判 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和追责并不彻底 在美国的掩护和干预下 以731部队长石井四郎为首的细菌战犯 以及亲自批准组织进行细菌战的御人天皇 皆被免于起诉 日本细菌战犯没有被送上审判法庭 1949年底 苏联政府针对侵华日军准备和进行细菌战的战争罪行 对日本细菌战犯进行公开审判 12名日本战犯接受公开审判 并任罪川岛兴前七三一部队细菌生产部部长 秉德十三夫前七三一部队细菌生产部份部长 1949年12月25日至30日 在苏联远东城市伯利城 针对侵华日军准备和进行细菌战的战争罪行 对12名日本战犯进行公开审判 这12名战犯时 前日本关东军总司令陆军大将山田已翻 前日本关东军医务处长军一中将为种龙二 前七三一部队细菌生产部部长军一少将川岛兴 前七三一部队细菌生产部分部长军一少佐秉德十三夫 前七三一部队训练部部长军一中佐西俊英 前七三一部队六四三支队长军一少佐北上正南 前七三一部队六四三支队一五十席员上等兵局的责光 前七三一部队一六二支队一五十验员九流岛又斯 前日本关东军授医处长授医中将高桥拢堵 前日本第五军团军一处长军一少将索藤俊二 前一零零部队科学工作员中卫平英全佐 前一零零部的工作员上士官三有一男 在12名被起诉的战犯中 前日本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以三和前日本关东军医务处长 维总龙二共任其领导 指挥七三一部队研究细菌武器和准备细菌战的罪行 前七三一部队细菌生产部部长川岛卿 前七三一部队训练部部长西俊英 前七三一部队细菌生产部份部长丙和十三夫 前七三一部队六四三支队 一五实习员上等兵局的 则光分别供认其参与人体实验 制造细菌武器 培养细菌战干部 实施细菌战等队形 向全世界招告七三一部队雷雷罪行 伯利审判弥补了东京审判的明显缺陷 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公开对细菌战犯进行的审判 具有重要意义 伯利审判向全世界招告侵华日军 在战争期间准备和实施细菌战的犯罪事实 将七三一部队的雷雷罪行攻之于众 为1956年沈阳特别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 提供了法律实体和司法程序方面的经验 其审判记录更是成为审判 元七三一部队162支队长沈元秀夫的重要证据 伯利审判结束后出版的前日本陆军军员 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备攻按审判材料 完整记录了元七三一部队成员的受审经过 每名战犯共认的事实相互佐证 形成了完整的证据 亲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 与维满皇宫博物院 对伯利审判资料 以建立共享机制 双方互赠伯利审判诺音档案和100部队历史资料 档案以及日本陆军授医团名部等资料 图片由新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提供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出品 number准备